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本周前二十强 身上最大的政治人物 有哪些新的变化 好 丽杰要帮我们做说明 好 我们刚才有讲到 台北跟桃园 是最重要的两个战场 那其实从台湾榜上面 就可以看出来了 因为像是 陈时中油画遗坦 维持在前面 然后还有郑文燦 然后还有郑韵鹏 林志坚 他们其实也都还在前十名 算是非常高的一个 尤其是林志坚 因为被呆到 还是持续的被打 所以还在第二名 那张上正的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也在 前十名的部分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台北跟桃园的相关候选人 其实都在榜上 那不过呢 大家可以看到 新北的部分 在林家荣当然在榜上 不过侯友宜的话 其实这礼拜不在榜上 他在23名 所以其实侯友宜 现在的态度的话 其实算是属于冷处理的状态 因为从他的排名就可以看得出来 宏友宜超级冷的 他都没有在回应 然后也没有要挺张 这样子 好像就静悄悄的 你们都跟我无关 这样子他比较安全 没错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卢秀燕也是采取相关的策略 因为他也不回应相对应的候选人 那不过夏立妍的话 他其实又再次的禁榜 因为主要是因为他又返台的部分 访中的时候返台 那朱立伦的话 其实跟桑上正其实是一起的 因为他挺了桑上正 所以让他再次的禁榜了 因为我们上礼拜其实没有看到他 因为他常常消失 所以又进来了 OK 所以他再次的禁榜的原因 其实本来就是因为 不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声量 反而是被别人带出来了 那郭台铭的话 是因为捐款的部分 而再次的禁榜 所以整个礼拜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台北以及桃园 真的是占得非常的火热 的确 好的 非常谢谢丽杰 帮我们做这样子的说明 那么特别我们刚刚提到说 桃园跟台北 因为吸金的效果非常的高 那所以台北的部分 我们就要来看到 刚刚三位的主要这个参选的选将 都已经正式登记了 但是其中在蒋安安的部分 却有一个内部的状况 就是说这是联合新闻网 登记没邀参选人造势引起反弹 蒋安安说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台北队 对这个好像有点答非所问 总之就是蒋安安这只母鸡 竟然没有跟小鸡们一起 这个去登记的时候采取一个造势 那在这个白银的部分 黄珊珊拔庄有成吗 蓝银基层就很怨 就说我看新闻才知道蒋安安的行程 所以蒋安安的行程其实 对于蓝银的基层来说是保密状态 为什么这是怎样的一个选战考虑 其实完全没有保密 我先说刚刚来录影之前的中午 我也跟蒋安安他有一个公开的行程 在这个西区 其实旁边有非常多的议员候选人 也都一起跟万安一起来站在台上 来跟大家啃拖 那这个登记其实说实在话 因为大家知道说这个礼拜一到五是登记 那之后其实本来就已经有规划好 之后这个抽号码 等于是11月那个时候比较接近要抽号码的时候 万安会跟我们所有的台北市议员候选人 现任非现任都会一起到那边一起去抽号码 可是造势哪有在限多的 登记也可以造一拖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 有些时候你说 因为我们其实台北市的议员候选人算是最多 那如果说你因为大家要凑这个时间 因为大家知道说登记的时候 每个人要看自己的一个良辰集席 所以是万安的良辰集席 不一定是其他候选人的良辰集席 还有候选人可能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就已经登记完了 所以说其实如果假设今天一个母鸡 剩了两个三位没有一起来 可能又会有人讲说为什么没准 全部都到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部分 万安绝对没有排斥任何小鸡 小鸡也不会跟万安拒绝通胎 其实不管是母鸡戴小鸡 不管是众星拱月 我还是强调万安他现在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候选人 其实跟我一样 年轻的候选人你在每一个地方里面 你不用把自己都标榜是第一位 可是孟凯 众星拱月的感觉其实也很好 孟凯现在是国民党文传会的主委 那可是因为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的主委 黄旅锦如是直接发LINE 说希望小鸡们都不要去 这个想去的就去吗 干嘛要不准人家去 如果说在沟通上有些时候语气的沟通上 我们也不用让大家觉得是 好像我们家天下的概念 我觉得在沟通上是可以更圆融 或者说更直接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其实就直接跟候选人说清楚 但是我再强调一点是当抽号码的时候 万安绝对会跟我们所有的候选人 因为抽号码就一天 就那一天上午 所以说大家一定会在那边做一个联合造势 那还有各区其实都有 那你另外讲到什么拔装不拔装 或者说看行程才知道 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不是这个样子了 台北是456个里的 有456个里 那其中有超过一半是国民党级的里长 所以换言之很多的里长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解读 我说其实他非常希望能够跟万安合体 跟万安同台 因为绝对有拉台跟声势的效果 但是因为毕竟市长候选人的行程 他没有办法逐一通知到每一个人身上 也因此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误会 我也认为剩最后85天 当然能够让所有的选战行程 团队更紧密的 圆融的能通知的都通知 让大家愿意来的都来 我想这才是会一个两全其美的最好效果 待会也要补充 对这个其实 孟凯这样解释其实有点奇怪的 因为其实一般来说 通常在都是 因为假如现在是媒体的焦点 那通常这个时间里一定会拉台 除了自己选情团结的形象以外 也会拉台让更多的小鸡有机会进来 这时候大家都开心的 那你 其实我们也很多都知道 登记各有时间 但是你在登记的时候 大家一定愿意配合你 你最大啦 你现在市场上 大家一定配合你 而且你也可以来嘛 来的以后不代表你马上要登记 你可以前天登记跟后天登记 但是就是来到下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所以我只是说 所以我只是说 以这样的状况 他是请人代劳 以这样的状况下的时候 他没有去邀请 我觉得那是很奇怪 而且要大家都不要去 所以我觉得 特别是在台北这种撒高度的时候 其实应该营造团结的形象 反倒而且避免被弱化掉 不要被黄珊珊抢走了 会不会有一些基层 蓝营基层讲说 好啊你叫我不要去 那我去黄珊珊那边 所以我才说 那就是一个非常诡异的 包括甚至没有通知 那些都是非常诡异 就是说显然看起来 讲完第一个是 我觉得他给人家 感觉上高高在上 独善其声的感觉 只顾着自己的 没有再考虑到周边 那第二个是 感觉上团队内部 对这件事情处理的不够细腻 就是说照理说你的任何行程 通知到议员里长都很基本的 这都很基本的 你可以漏掉之后 然后甚至还有叫大家不要去的 这都很奇怪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讲完接下来要去试团 因为他的选战节奏 跟他自己的处理方式 确实呈现出他团队内部 有很大的问题 东豪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通常 就是因为要看良辰及时 去登记 所以每一个这个选将 其实他们都会有自己偏好的时间 那按照其他政党的这个做法是说 诶 程师兄哪一天要去 然后说你的小鸡 你们如果觉得这个不是你的良辰及时 没关系 你到场就好 你自己挑选你的良辰时期 然后去那边登记就好 因为大家小鸡要露脸 那讲完比较像是 母鸡自己去登记 然后小鸡不好意思我没有要管你 结果真的有小鸡不高兴 张伟媛他昨天跟我同台 他是蓝营的新人小鸡 他就觉得 那我好不容易有一个露脸的机会 你不让我露脸 哪有人家母鸡不照顾小鸡的 所以某一些程度蓝营的基层 的确会被黄珊珊给抢走啊 所以刚刚孟凯亮的说法你觉得 其实我这么讲 你要跟人家不一样可以 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气势做出来 你不带小鸡也可以 侯友宜登记的时候也不用 可是侯友宜没有发一个简讯说 或者侯友宜身边的人没有发一个简讯说 你们不要来 你知道你不找市议院候选人就算了 他们那个国民党市议党团还有一个简讯说 市议员都不要来 这个就很麻烦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焦点怎么跑到那个简讯去了 对 讲完为什么要搞年轻人 而且你都喊不出名字的 他缺年轻票啊 因为他年轻票最弱 我如果基于这个出发点我要补年轻 就我缺什么补什么嘛 也可以啦 不是说不可以 我可以跟议员候选人另外找十几地方办 可是你知道陈世中的那个26厂已经办完了 都是议员嘛 全部都是议员候选人嘛 就是他跟母鸡跟小鸡 早就一场一场合体 每一场五六百五六百这样子 合体完了嘛 他讲完有没有这个 你看不到不清楚模糊 那你登记一定是最重要的一场秀嘛 就是选举有一期二期嘛 第二期到最后三十天是冲四期嘛 登记是第二阶段的开跑嘛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秀场 你要图写什么 你要弄年轻人可以 可是不能那么薄 你知道吗 东豪那现在台北市这三角都站得还蛮稳的 三肢都一样长 你觉得你判断接下来的那个走势 究竟黄山珍跟蒋万安这两条线 因为按照TVBS的民调 蒋万安一直在往下的趋势 黄山珍一直在往上的趋势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你判断接下来 两个人会交叉吗 我就讲如果TVBS的线图是准的 他做陈时中第三名嘛 对 那选举一定只看一二名嘛 对 60天就交叉啦 刚好交叉 就是如果照他那个线图对不对 差不多60天啊 11月初交叉 现在是84还是85天嘛 差不多60天你就可以看到了 就会很接近哦 可是 可是我还讲一句话 如果那个选举是像T台的那个民调的话 陈时中就已经出局了 对 那根本不用讨论陈时中 嗯 可是你又看到看到黄山珍 然后跟柯文哲 还有蒋万安两边要打陈时中 哪有第一名第二名去打第三名的道理 不合理 就选举不会这样子嘛 对 选举是第三名要求生存 要浮上水面 嗯 要挤到前面 嗯 否则第三名会被丢掉的 嗯 所以我不晓得蒋万安在干嘛 嗯 所以蒋万安一直搞错打击目标 如果你相信T台的那个民调 现在是蒋万跟黄山珍在竞争 对 因为他们最快交叉 嗯 好 可是我觉得T台那个民调有偏差 对 因为他跟其他人的民调长相不太一样 那个也就算了 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继续看到两二打一的话 就是蒋万安跟柯文哲打陈时中的话 就告诉你有威胁的是陈时中 就表示陈时中现在可能是领先者 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